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2月8日 这里有我紳士难记得同样,还有澳洲的珍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早晨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同时也可以大家多点留言 隔楼下,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跟大家关心一下一位社任总统的生活,好吗?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被前总统特朗普 被各大社交媒体封杀了之后,不能再在Twitter发疯 加上他又被第二次的弹劾,这个也是创了各个总统的历史记录 也都是因为他上次的竞选失败,而要黯然地理开这个白工的 但是现在他的生活是怎样呢? 原来这个人反而生活过得更加开心 什么原因呢? 这位在他身边有一位大红人,Jason Miller 就是他的高级顾问,这位顾问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 由上届2016年竞选的时候一直都是跟着他,服务他的了 特朗普就当他家人一样的了 他在当日就职典,拜登总统就职当日 他就从白工离开,离开的时候也是乘坐空军一号的飞机 离开白工去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行宫 就是马拉高的行宫 就是那个度假屋来的 他就当是他自己的行宫 在他当日从白工离开,上去这个空军一号的飞机的时候呢 他就在机上播了一首歌,叫做My Way这首歌 他听着这个音乐呢,在机上 他就跟他的助手说 就是这位Jason Miller那样说 是否已经完了? 就是觉得是,你听到他的特朗普就是很感叹 啊,终于,恶梦终于远了 那有些什么恶梦呢? 是令到他会有这样的叹息呢? 就是在他结束前,大家都很记得了 167事件,一大班人涌去这个国会的导致 导致这个被第二次弹劾 幸好啊,这位高级顾问都挺帮的 他将会成为第一个总统被两次弹劾 而两次都可以脱身的,总统 这位顾问也都跟媒体那样说 这次很肯定,特朗普是没事的 一定是无罪释放的 所以,你看到特朗普非常之轻松 自从他没有了这份总统这份工作之后 整个人都很舒服 尤其是有另一个改变就是 他也都不用再上网看些五三五四的东西 又或者是推特和人斗嘴的 因为推特已经封杀了他 反而对他健康是更加好的 人都很轻松 反省会是少了可能就更加开心 我想 是啊,现在就是日日就 过一个很轻松愉快的生活 不再好像以前那样 经常上网斗嘴 这位他的顾问 Jason Miller也都说到 他跟了他这么多年 自从上届竞选的时候 一直跟他老板 一直跟他战斗 而且去到哪里他都随传随到的 就是一个切头切比的大内总管 连在当日上飞机 就是由空军 坐空军一号离开白宫 回去这个 他的度假屋里 都是坐在他旁边的 在飞机上面 和他家人一起 就是当他一家人一样的 嗯 可以啊 在当日坐飞机的时候 他都说到 整架机里的气氛 都是轻松到爆炸的 轻松到跳舞的 很开心的 而且他也都认为 这一届的美国总统 是这么多届之中 做得最成功的一个 除了可以避过两次的弹劾之外 是扭转了整个社会 整个美国 甚至乎整个世界的格局 所以他自己 也都非常佩服他老板 而且 不是只有他一个 觉得是这样而已 有数百万计的美国人 都同意他的看法 因为他老板是最厉害的 哈哈哈 他也都说了 这么多年来 跟了他老板这么久 这次 才真真正正的 见到他老板 真是整个人放松了 大家都见到 特朗普带着这个 阳光与海滩的心情 返回他的 他的度假屋里 天天就打高 打完高 就游一下水 再不是 吃个老麦 真的 人都非常之轻松 也都因为这样 他也是 推特 在推特 代这位前总统 向他的支持者 做一些感谢的说话 其实看回之前 发生过什么事 就是那种 canceling culture 就是这个 取消的文化 出现的时候 什么叫取消文化呢 就是 意思就是 把特朗普 从这个 推特 上 推特 Facebook 任何的社交媒体 全面封杀了他 就是不让他说话 其实 不单止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 遇到这些政见 不適合他的 社交媒体 那个account cancel 都是同一个道理 嗯 以前的时候 因为 他老板 特朗普 都是非常之高度 在这个社交媒体 亂说24 他经常都要斗嘴 有时斗嘴 斗到 他连在办公室里面 都很生气的 而且 有F 有S 这些词语 就经常都听到 很生气的 哈哈 现在不用再和别人斗嘴 原来 是对他健康的 更加好 是 另外 他也都透露了 他老婆 他老婆 都是 人都轻松了 原来 之前一直就传出 就说 特朗普和他老婆 可能 会 社任总统之后 就会离婚 那么 这个 他就说 这个就不是一个事实来的 那么 见到他 除了在 道教屋里面 天天打Golf之外 也都约了一些老友 每天就见不同的老友 即十几年 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 当然 他也都 不会说 就这样 甘心就 留在那里 他们 还在想着 如何 可以复出的 所以 Jason Miller 他都不是 这么清闲 因为他都要继续 帮他老板 走走走 尤其是 和共和党里面 有更多的合作 不过 不是说真的 完全是放松了 都是想继续参与 还要是高度参与 那一只 不过 他就 见到他老板 就站在一个 比较后的位置 就不再 站得太前了 但是在背后里面 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那 除了在 在哥尔虎球场里面 谈这些物件之外 另外 你也都 经常都是 要在 他那个 道教育里面 接见不同的 党员 共和党的党员 所以 特朗普 就不会 这么容易放弃 他的 他的政治力量 他的政治能量 都会 在 继续在背后 发挥 他的巨大的 影响力 还有一件事 原来特朗普 就是最新的民调下 在 那么多个 政界里面的 代言人里面 到目前为止 他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很害怕的 听到 所以 现在的共和党 就很多人想找他 借他的力量出来 和他将来在 选举的时候 借他的人出来 帮他站下台 那他影响力的事实上 应该是很厉害的 那为什么呢 自从特朗普 离开了 不能再做总统之后 但是 他的死对头 死对头媒体 CNN 他的收市 就跌了44% 哦 这样就可以 因为没有了特朗普 在 所以 他是一块磁石 去到哪里 就吸到哪里 吸眼球 主要是 吸吸眼球 是特别厉害的 哈哈 不過 没有了Twitter 都好 特朗普呢 都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将他的说话 宣扬开他 他是透过不同的 他身边的人 甚至乎 现在他用得最多的 就是透过一个 颠誘 就是回归基本部 透过这个 email 人家以为是email email email 不是那种颠誘 是 不是那些 就是透过email 就告诉大家 他想说多少 还是可以的 他呢 在历任共和党的总统 他是在 美国的历史上 得票是最多的 我只是在共和党里面 共和党历任 历界的总统 他是得票最高的 而且他比排第二个位 多成千万票 一千万票的 另外呢 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在贸易啊 外交政策啊 和各方的政党 大家的配合度 都是得到很多的支持 而尤其是 你是猜不到的 就是一个 一个这么有 这个种族色彩的总统 反而 他党内的 非裔美国人 和拉丁美裔的 的美国党员 他是獲得的支持 也是非常之高的 很危险啊 这些是被人排斥的人 那再说回 他在这个 弹劾案里面 众议院的第三大 共和党人 切尼 和保守党的 前副总统 迪克的女儿 也都投票 反对这个 意思就是 投票支持 弹劾特朗普的 但是 因为他共和党里面 这些是共和党员 和这个一向都是 站在特朗普那边 但是竟然上次在弹劾那方面 竟然是支持弹劾特朗普 但是这些人就惨了 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是结束一样 没有站对 那些人心队 以为 弹劾特朗普 是可以 争取到支持 事实就错了 现在 当初 那十名 有支持过弹劾特朗普的 共和党员 或者其他保守党的 议员 现在 就麻烦看了 因为他们 就是 站在哪里了 另外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 提出一个论点的就是 总统已经离任了 如果再要弹劾一个 一个离任的总统呢 是不是违宪呢 这个是 史上第一位而已 第一位是离任的弹劾 没错 很难说 不知道 没错 他的辩护律师就这样打 另外 他的辩护也得到党内大部分的人 所支持的 所以 他在这方面 就是被弹劾案这方面 根本是 是实打得掉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成功 可以判他有罪的机会 是相当之低的 因为本身已经卸任了 而民主党人是想 是 将他完全封杀了 甚至乎 连他卸任之后的特权 都要没收 看来 这种想法呢 能够成功的机会 真的不高 虽然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 讲过很多 煽动性的言论 事实上 有哪个政客 不是这样 是吧 如果因为 说过一些 类似带有煽动性的言论 而被弹劾的话 美国的言论自由 就去到哪里呢 去了哪里呢 特朗普就这样问 所以 如果因为 他被煽动 因为他讲过一些 煽动性的言论 而被弹劾的话 这一点 也是违反了 美国一向 本来原有 他们所吹捧的精神 每个都是这样的 何錦麗不是这样吗 拜登以前没有说过吗 一样 一样吹嘴不压嘴 一样这样的煽动人 还没做总统啊 那时候 还有 就是一些极有的团体 指控 Jason Miller 就这么说 关于那些极有的团体 又说在民主党外面 放一些炸弹之类的东西 又说又暴动 这一样东西 又是不关他老板特朗普的事 这些事呢 是那些暴民而已 那些暴民做的事 为什么会 跟总统有关的呢 又不是总统 旗下的人 又不是总统直接下指令的 是他们觉得 感到有些不公平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还有我老板 就是特朗普 从来都说 要维护法治和秩序的 说过很多次的 不可以用暴力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特朗普 特朗普是特意去煽动的人 去冲这个国会 这个又是对我老板不公平的 他这样说 所以在这种种的论点下 特朗普是被成功弹劾的机会 可以说是 微乎其微 亦都是因爲這樣 當他一卸任之後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 不是打Golf就曬太陽 又或者去游泳 再不是陪在家人 吃飯 找一些老友吹水 就是真是已經過了一個 真真正正的退休生活 但是他是退而不休的 他每一天除了打Golf之外 每一天都會和不同的共和黨員 夾一下子有什麼方法 尤其是把他的女兒推出來 除了他的女兒之外 小Donald Trump都已經開始著手 可不可以培訓他成為 在共和黨 開始給他一些位置做 可不可以做一些 將來可不可以參與一些實習生 甚至乎一些跟班之類的位置給他做 他都是打算把他推進去的 去共和黨裏面 看看有什麼職位 可以扯斜邊做先 一輩子去做後備政治人才 我想是 後備政治人才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建議特朗普 將會成為共和黨裏面的一位 King Maker做王者 即將來哪個共和黨員想上位 你都要見一見特朗普 所以他的權力和他的影響力 是不會就這樣消散的 他只不過是站在一個更後的位置 指點降山 所以特朗普就不會就這樣就退的 他的手影始終都會存在 下一屆誰做衝動 看來就是 都要問過特朗普才知道 那好吧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其它的話題 好 拜拜 好 拜拜